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悲慘的故事 就是 龍鬥士在這次韓版的更新裡面呢 他調整了一個 昨天我覺得他非常強 但是今天實測之後我覺得他 也是一個蠻雞肋的一個一個更新 不知道是不是更新壞掉了還是怎樣 好那我就直接講重點 龍鬥士裡面有一招技能叫做 黑暗砍擊 好就是這一招那他之前的話他是必須要 主動施放就是你要當一般的技能放 然後沒砍一下他就可以吸收這個HP 那昨天改版之後呢他把這招變成是一個buff的狀態 就是你 放了這招buff之後呢你的攻擊裡面會有一些 機率會他會隨機啊 隨機吸血 好那 那個吸血的量 就是不一定 好那有高有低啊那我 我目前測試起來最多是可以吸到30 就是打一下吸30那 感覺還不錯齁 但是 我實測下來的這個機率啊實在是 沒有辦法 很漂亮跟大家解釋說 這個技能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調整 好那除此之外啊 除了這一招之外我們先不要講他 好氣死人了 好我們先講其他的那個招 第一個是雷霆之 這個奪命之雷 奪命之雷他是第一個是提高他的 基本秒數他綁人的秒數 我記得之前是3到5秒 我不確定有沒有記錯 他是 提高這個基本 綁人的這個秒數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 他 會隨著這個失速者就是 你的等級越高的話你綁到敵人的機率越高 好然後他的 同時他的這一個 這邊有一個 這個叫做衝擊 奪命之雷衝擊他的 這個 命中率也提高了 那除此之外還有兩招 這兩招技能 以前要 主動去施放 就是你要 你要把他拉 拉來這個快捷藍裡面 然後下拉 好讓他去施放 那現在其實不用 你現在看到是因為 我之前拉下來的 那現在改完之後已經不用了 你可以看一下 他說明這邊已經不需要材料 也不需要耗什麼HP 都不用 他 變成是一個被動技能 也就是說你學到之後他就常駐 這個是像這個是減傷加5 這個是 龍之護凱 他減傷加5 然後每80級之後每兩級他 減傷還會再加1 好那 這個的話基本上就是這樣 他就會常駐在你的buff裡面 在這裡 不對 在這裡 他這邊就有一招buff 你看他是沒有時間的 那第二招是這個 這個是 好突然忘記他的中文名稱 他就是 增加這個 他是反彈傷害 那之前這個也是要放的 那現在不用了 現在變成是 常駐 常駐在這裡 你可以看一下他也是沒有這個消耗時間 所以這兩招變成是常駐 那他的好處呢 如果以前有在放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他 第一個是耗HP 那第二個是他 非常好這個材料 就是血金石啦 血金石 他的這個材料 那這次改版之後 把這兩招變成被動 那 他就是你可以省下 很多的材料錢 那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好那 接下來啦 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我們就來實測這一招 好這招 這招我覺得他應該改名叫做 七傷拳 你要 你要 因為他變成是可以吸別人的HP 那 他是七傷拳的意思是 他 施放的時候 他就要先 扣50的HP 我放給大家看 現在HP是746 那我放一下變成696 他還沒有 還沒有幹嘛就先扣了50滴的血了 然後 我們現在開始打 開始打怪 好那我必須講一下 他這招技能他 也變成是 有機率出現1.5倍的這個攻擊傷害 可是機率高低 這個還要再實際去測才知道 因為 目前從這個畫面上我們沒有辦法看到 像黑暗騎士有Damage乘以1.5 那個效果 他沒有 所以 必須要從這個視窗裡面 一個一個去 一次一次去看 才有辦法 那我們先 直接來打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選是 672 然後我們就讓他打怪喔 現在喔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技能的狀態是 已經下了 他就是HP吸收 這邊有血HP吸收5分鐘 持續5分鐘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血量 什麼時候才會吸回來 好那我們現在啊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 血不斷的在扣 然後這邊啊 負重的狀態 所以我 我血是不會自然回復的 那我也把這個紅水 使用紅水把它關掉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血從剛到現在一直沒有 上升喔 609 只有被怪物打扣掉的份 606 604 只有這個血 繼續掉而已 沒有再繼續往上升 500多了500多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發動機率 他 非常低 幾乎不發動 好他 那個吸血的那個 技能啊 效果他幾乎是不發動的 好那 所以我覺得這一招他基本上 做應該說吸血這個啦 是做的比較不好一點 好那 比較不 不應該說現在還看不到的是 他的 1.5倍傷害究竟機率是多少 目前我們看不到 好那如果說 他的 實測之後啦 他1.5倍傷害的 頻率如果有 高於10% 如果有高於10%的話 那我覺得吸血這個 這個 效果他降一點是還可以 好那現在還不知道 只是我覺得吸血這個技能啊 可以看一下他是幾乎不吸血的 所以 昨天有了很多人在說 欸那我幹嘛要帶這個 嗜血者的鎖鏈劍 或者是我還 不需要 我就不需要這個 吸血鬼娃娃 這種吸血鬼 這種吸血的技能 其實還是要 你可以看一下他還是要 因為他發動機率很低 低到你幾乎可以無視於他 有吸血這個功能 然後他吸血的部分啊 之前 改版之前我測過有測到 吸到60 就是那時候是主動施放的 主動攻擊 他會吸到60 而且 一定會吸到 那現在變成是 他自動發動 隨機發動 那一次的話 我像剛才有吸一下 應該還不是吸喔 不是吸血 釋放技能 應該是吸血喔 來我看一下技能的時間 技能的時間 還有他剛才有吸到一次 剛才有吸到一次 如果 那個影片倒退回去看 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吸30左右 最多最多 我有記錄 目前吸到最多的 就是30 他的機率是 很低啊 很低啊 所以 你想要靠他的吸血 基本上 很難喔 那我們如果不測這個 我們不打怪 我們去打這個木頭人 我們打木頭人 來讓大家看一下 木頭人不會傷我們嘛 就來大家看一下 來這個 木頭人就是讓我們打假的 那我們看一下 他什麼時候呢 才會出現 這個 洗血喔 現在451 大家可以 喝個水 你可以喝個水 400汽車 吸到第1次 吸到第1次 那再要提醒的是喔 因為這招 他原本 原本就要搭配 鎖鏈劍才能使用 所以今天如果你拿的是 一般的這個 武器啊 譬如說 單手雙手武器的話 他基本上 這招是沒有辦法放的 我現在把它取消掉 你看 他技能就消失了 好那我們現在再拿回鎖鏈劍 他就會自動再放一次這個技能 可是要扣50的HP 現在血是464 那基本上以我這個等級來說 打怪是 幾乎是 打這個啦 打這個木人是幾乎 都會中 所以可以忽略命中的問題 好 相信測了這麼久大家也都知道了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他到底吸了幾次喔 坦白說啊從剛剛測到現在可能吸不到5次 從剛才打怪打到現在 可能我們吸不到5次 所以 他的這個機率是 非常低的 那 這個測試喔我想就先到這邊 讓大家知道說他其實 沒有之前 沒有昨天大家想像的 這麼OP啦 就是他也 不可能去 第一個是不可能取代 吸血的這個 吸血鬼娃娃 第二個也不可能說把 視缺者鎖鏈劍的這個優勢拿掉 取代掉 不可能沒有 撤出來是沒有的 所以 他這一招變成是 有點像是 1.5倍傷害為主 然後吸血為服 好那他吸血的基本上 可有可無啦 30滴 吸半天吸不到30滴 可有可無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小編還會再 去做這個 1.5倍傷害的這個測試 好那我們下一個 會 拍在下一個影片喔 那 這個影片就先讓大家了解這個技能 好 那以上就是 這個 改版 龍鬥士改版 關於這一招 黑暗砍吉喔 關於這個黑暗砍吉的這個實測 就可以大家參考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或者是想要 收到最新的這個行版 資訊 那 歡迎大家按右下角的 讚 跟訂閱 這樣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這個 影片消息啦 那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